金針山上土地的問題 讓台東縣南迴地區的兄弟鄉 泰瑪里鄉和金鋒鄉 常年來正義不斷 日前為了維護金針山上居民的權益 泰瑪里鄉公所也協助 以合法的行政程序替民眾爭權 但就金鋒鄉的立場而言 也必須執行中央下達的任務和責任 金針山這塊原住民保留地 是泰瑪里跟金鋒鄉共用的一個土地 但是因為很多民眾在利用土地的時候 沒有依法去使用它 所以98年99年的時候 監察院審計部台東審計制 還有台東縣政府來了十多次的文 要求我們去執行這個起地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就有做依民事訴訟 來保護國有財產 部分的居民或業者 未經申請土地使用 或者是超限利用等等的因素 因而觸法 金鋒鄉公所也提出了另一項聲明 那這些年來 這個原住民保留地跟我們的朋友在使用的時候 很多都是會到法院是因為他們 未經申請無錢占用 要不然就是這個沒有依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 或者說未依 山坡地保益使用條例來使用 江公所一直站在福島的立場 請他們趕快做合法的 這個譬如說超限利用 我們就會請他趕快補動樹木 不一定要用起地 或是說走法院的態度 那今天碰到 現在碰到這個狀況 當然可能是長久以來的這個狀況 一直累積下來的 在中央還有地方政府的要求下 是沒有辦法去迴避這種責任的 所以我們就只好以民事訴訟的方法來做處理 泰馬里鄉跟金鋒鄉 鄉民是一起生活的一個共同 也是生活圈 也是一個經濟圈 未來金鋒鄉 我希望說大家能夠好好的共同去開發利用 但是千節條件就要去合法承諸 那不要超限利用 我們也會很樂意跟泰馬里鄉公所 來共同為我們金鋒鄉這一塊地 來做未來開發 來做驗體 長年來金鋒鄉帶來觀光效益 大家有目共睹 但如何在未來讓產業發展更突破 居民或是業者都能夠得到相對的公平 似乎也考驗著兄弟鄉之間的合作關係 東台新聞 崔輝如 林婉珍 金鋒鄉報導 啊